2008年立委选举国民党风光拿下81席 成为国会龙头 其中在台中县市的部分 除了五党籍立委严清标外 国民党七席全包下 不过后来前立委将联服牵涉会选 最后补选由民进党籍立委简兆洞补位 成了台中唯一一位绿营立委 2001年台中市长选举 民进党气势强压现任市长胡志强 以3万票小输 也让民进党对于这次立委选举相当有信心 立委部分台中市这八区里面 我们真的非常有信心 最起码拿五席 第一选区蔡其昌跟陈天旺 这一席因为蔡其昌他长期的经营 虽然他上一届选书 但是他不放弃在地方这种扎实的经营 他又是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发言人 所以他这次捲土重来 他非常有信心 我们所做的民调蔡其昌他应该也会打胜 在这次台中立委选举两党走向不同 国民党主要推派老将来稳固其次 包括杨琼英 陆秀燕都相当被看考 而民进党则强打清新牌 推派首次参选的新生代战将 包括童瑞阳 何欣春 以及张廖万坚来应战 何欣春在大理太平这个选区 他是全台中市上一届 私议演选举 一百多个候选人里面他拿最高票 两万多票嘛 而且他不只是他的能力好 他基层扎实的服务 他绝对能够胜选 郑立文有他绝对先天上的优势 不管他的过去的从政的成绩也好 他的口才也好 他的亲切度 我想这都不在话下 江启臣他是非常优秀的政务官 下乡来参政 而是他希望把他的服务落实到基层 令委选情告急 各党候选人积极抢票 国民党在台中市是否能稳坐江山 民进党是否能够延续五毒大选气势 趁胜追击复仇成功 这个周末就会有答案 记者林春军台中采访报道